這個徐先生後來有說 他太太預謀奪產 那個黃醫師有沒有感受 好有感 我想說千古年來 這個男性在責備女生的時候 都是在說人家都是為了錢 一般來講就是我覺得聽太多了 都覺得說男生 是沒有別套的說辭了 但所以我覺得 當然不是所有的男生是這樣 但至少這個徐老先生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做他的太太 也是滿辛苦的 他年輕的時候 搞不好也有外遇 然後老的時候還要來抓奸 而且一次還要抓兩個 我覺得就一個婚姻裡面 如果女生對婚姻的期望是 就是說大家好好過生活 有忠誠 然後遇到這樣子的老公 其實是很累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徐老先生 他整個腦海裡充滿什麼 你對他真的充滿偏見 一直叫他徐老先生 對啊 他就是老夫老妻 我有去看 那年紀稍微比較長 好 徐先生 幾歲 感覺好像是 說出來會得罪這那個 所以我先保留 那我就說他的腦海裡 就是充滿 其實你沒有講出來 已經得罪了